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就是 熱量跟比熱 有觀念有計算 第一個呢就是熱能 熱能因為我們強調熱是一個能量 那是因為歷史因素的關係 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以為熱是一種物質 然後呢後來才知道熱是一個能量 所以現在喜歡要問你說熱是什麼 熱是一個能量 叫做熱能 然後呢我們定義熱能的大小 或者所謂的熱量是說 讓一公克的水溫度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能量熱能 我們就稱之為E卡 所以熱量就是所謂的E卡 所以叫做一公克的水溫度上升一度 所需要的熱叫做E卡 然後由此就會衍生出所謂的公式 就是以前一開始教的H等於N delta T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一個觀念叫比熱 我們不同的東西給了相同的熱量之後 它的溫度的變化情形不同 我們說這是因為它的比熱不同的關係 就是它的那個容納程度啊 同樣吃一碗半啊 有人很飽啊 有人沒感覺啊 就是這種上升的狀況的情形不同 這個我們叫做比熱不同 那麼所以我們就定義說 讓一公克的物質溫度上升一度 所需要的熱量我們就稱為比熱 因此就得到的公式叫做H等於M S delta D 沒有M delta D 正確的寫應該是Delta H 能量的變化等一下會講到這件事情 熱量的變化等於M S delta D Delta D的正確寫法應該是 默溫減珠溫 Delta是改變的意思 所以要後面減前面 正確的寫法是默溫減珠溫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計算公式 這也是各位在過去學的時候 後來都在使用的公式 H等於M S delta D 正確寫是Delta H等於M S delta D OK 熱量就是質量乘比熱乘溫度變化 就是所謂的比熱 讓一公克的物質溫度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量就稱之為比熱 那麼所以水的比熱就是1要背 也等於不用背 因為很簡單就是1 因為一卡就是一公克的水上升一度 叫做一卡 然後是一公克的水上升一度C 要一卡 所以比熱水的比熱就是1 單位看一下卡克、杜希 單位注意一下卡克、杜希 水的比熱是1 那是要背的 那考試會不給你 你自然要知道它的比熱是1 OK 然後呢 我剛剛講過了 正確的寫法Delta T 應該是末溫減出溫 這時候就有可能會出現正號跟負號 吸熱溫度上升是正號 放熱溫度下降是負號 可是同學對於出現負號就有一點障礙 常常計算上就會出現困難 所以現在老師在教的時候 通常就是用高溫減掉低溫 大家都是正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 那你自己心中要明白 誰是吸熱、誰是放熱 溫度下降的是放熱、溫度升高的是吸熱 所以以後我們的計算的時候 我們的Delta T是用高溫減低溫 而不是用末溫減出溫 然後我們根據這個 H等於MSDelta T 正確顯示 Delta H等於MSDelta T 跟這個公式你能夠理解 我能夠曉得的事情是 一個東西現在是這麼多度 等一下那麼多度 中間的熱量會相差幾度 我能夠理解的是熱量差 但是我沒有辦法知道 我知道兩個之間熱量差三卡 可是我不曉得原來是幾卡 我也不曉得後來是幾卡 所以我沒有辦法知道一個東西 確確實實的熱量有多少 所以當時八年級教你們的時候 我跟你說過了 考試的選項的敘述 只要明示或暗示你 我能夠知道一個東西的熱量有多少的 都是錯的 這是不會的 我不曉得 我只能知道熱量差 所以我能夠知道什麼事情 我能夠知道一個東西 現在幾度 等一下幾度 兩個之間的熱量會相差幾度 水啊 鐵啊 銅啊 都一樣 所以我能夠曉得 所以我能夠曉得 身高一度 會需要吸收多少熱量 身高兩度會差多少 下降五度會放多少 這個熱量差能量差我能夠曉得 但是我沒有辦法曉得 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少熱量 零度吸的水熱量多少卡 不曉得 一度吸的水多少卡 也不曉得 所以你沒有辦法告訴我 兩度吸的水 比一度吸的水熱量多兩倍 我沒有辦法講這句話 因為我看到多少我通通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曉得熱量差 但是我不曉得熱量有多少 選項敘述 只要明示或暗示你 我能夠知道一個環頁的熱量會有多少 都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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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這又是一個考試經常會考的觀念題 就是如果一個東西的比熱比較大 它的溫度就難升難降 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 就所謂的不容易變化 一個東西的比熱比較小 它的溫度容易變化 容易上升容易下降 但是你把A跟B拿來比 這個比熱大 這個比熱小 這個男升男降 這個一升一降的時候 有一個前提 這兩個東西的質量要一樣 質量要一樣 那第一次考完是嘉義吧 嘉義考了一次 東西質量不一樣 嘉義考完之後 過兩年 基測學測考過一次 質量不一樣 從此之後 我們的考試就喜歡考 質量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夠直接說這個比熱大 溫度就難升難降 這個比熱小就一升一降 變化比較少或比較多 講這就要有一個前提 質量要一樣 那如果質量不一樣呢 公式是H等於M S delta T 我要看熱量跟 delta T的變化 那就要看M乘S 質量乘比熱 質量乘比熱比較大 就是不容易變化 質量乘比熱比較小 就會容易變化 所以請注意 這個是愛考試的重點 比熱大比熱小 溫度容易變化或不容易變化 但是要比的時候有個前提 質量必須要一樣 如果質量不一樣 那你要看的是質量乘比熱的結果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這是我們要能夠理解的事情 OK